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種田的經過 其實一開始我並沒有什麼特別的設定目標 只是想說家裡的田能夠照顧好不長雜討就好 那當時想說那不會種田怎麼辦 不用擔心啊 就跟著隔壁的老伯 他們什麼時候施肥 什麼時候做什麼事情跟著做就好了 這是我一開始的初衷 那我第一次種的時候就是碰到了一個因緣 那時候是因為我太太去報名一些酵素製作的一些課程 但是就是那麼巧 她報名要上課的那一天 她突然臨時有時不能去 可是那個報名是要錢的 你就捨不得浪費 所以就知道我去上課了 那我去上完課之後 真的完全改變我的原來的一些計畫 原來的一些構想 我可以不需要去用那些肥料 我用自然的農法 用這些酵素去做就可以種得很好 那老師這樣子講 我也相信了 我也很接受 所以我回來就做了 我很高興 因為我的哥哥他完全支持我 讓我在這邊田地我要怎麼做就怎麼做 所以我很幸運的能夠把這些理念 在這些田裡面去實現出來 那我的過程中 一開始可能真的有很多地方需要學習 沒有做得很好 所以第一年真的很慘 很慘 很慘 我的角白筍種下去 種得非常辛苦 我跟太太兩個人一株一株種下去 可是長到最後只有一半是活起來的 但是我們還是按照我們的理念沒有改變 一直種下來 那今年已經第五年了 事實也讓我們證明他越做越好 那今年有些什麼特別的呢 以往我們的角白筍大概是在國慶日隔一兩天之後 才會開始有收成 那今天各位看到隔壁的角白筍 其實他們到現在幾乎還沒有什麼會結損的現象出來 但是我的角白筍今年比去年特別好 我在兩個禮拜前就已經開始陸續在採收了 各位看到這片田裡面到現在已經採收一半了 那角白筍的產季大概是一個月左右 所以接下來只剩下一兩個禮拜的這些產季 那我們在這片田裡面 除了我們人在裡面看得到以外 其實他有很多重生在裡面 但我在採角白筍的時候看到幾個比較特殊的現象 魚當然是不用講了 這個有水當然就很容易看到了 我特別跟大家分享的是 我看到蝸牛 路上的蝸牛竟然會跑到水田當中去吃角白筍 你看看他為了吃這個角白筍花了多少千辛萬苦 另外還有一個我想到我們姓鄭鄭成功坐船渡過黑水溝 我在裡面竟然看到的是螞蟻 螞怎麼樣去渡過這個水池到裡面去吃角白筍 這些我們所看到的是一種不捨 對眾生的不捨 所以我們當然與他一起去共享這些 因為我不覺得角白筍是我所擁有的 這個大自然是老天給你的 他必須要在非常越是惡劣的環境 他才能夠把筍子長得越好 越是刮大風下大雨天氣越冷 你的才能夠吃到更鮮甜的一些角白筍 所以我們其實是要感恩老天賜給我們這一些 那今天是要跟大家分享的是 我們為了要種植這一些 不需要像傳統的你要去做用化肥 然後去用去各種外來的 給他什麼想要人造的各種營養去給他 其實不用 這五年下來 我實際的做法經驗讓大家證明 我們用的是新竹酵素團 大家一起做出來的酵素 用剩下的這些酵素渣 我就直接放在我前面的淨水口的水池裡面 看到的成果就是我們今天跟大家分享的這一片田 大家看到這個水泥做的這個水溝 是農田水利會為我們準備的農田灌溉的水溝 那水溝裡面的水 從這個池子前端這裡進來 那我在進來之後設了兩個水池 第一個水池 我通常都在這裡放我的酵素水跟酵素打 經過第一個池之後 它才會進到第二個池子 再做一些進化的動作 那完了之後才會正正進到我的水池裡面 進到我的腳白筍給裡面 那大哥你這個水池 設置的用力是什麼 其實剛剛有跟大家報告過 我是完全不用肥料 完全不用農藥 人家說的什麼有機肥料 我完全都沒有 所以腳白筍的一些營養成本需求 除了從太陽、月亮、空氣中去吸收以外 它最大部分是靠著這個水源 那我給它的水源 我給它的不是非常乾淨純淨的山泉水 而是增加了我們這些酵素成分裡面 這裡面有很多豐富的一些菌象 我想這是對腳白筍最大的幫助 大家看看 這就是我們新竹酵素團所提供的酵素渣 也就是我腳白筍的一些營養來源 那我有看到大哥你的船裡面有插了一支一支的蓮花 那為什麼會插蓮花呢 講到這個蓮花 其實它是一個太陽能面膚劑 那這是有兩個因緣講到這個蓮花 第一個是我在清大研習的時候 了解到日本先進農業 他們正在研究 除了一般的養分供應之外 聲音音樂跟水之間的交互作用 那我就想到說 那人家研究出來的成果 我就把它應用在我的農作物身上 我把音樂放在我的農作物 讓它去聽音樂 但我當下想到聽流行音樂沒有什麼意義 那所以有第二層音源 那是因為我媽媽 從小我第一次是我媽媽教我怎麼去採腳白筍 如果去辨識哪些腳白筍是長得好長得漂亮 那我媽媽她本身不是智 她要唸地上經的時候 需要我在旁邊用台語唸一句 她跟一句 但是她的毅力 她竟然能夠把大悲咒背得非常的順 這是讓我非常感動的 所以其實我在採腳白筍的時候 耳朵裡聽著大悲咒的音樂 心裡面手裡面所摸到的 其實是當年一個媽媽如何教一個小孩 在採腳白筍的景象 所以大家應該可以感受得到 那是一種很溫馨的感覺 那這個腳白筍為什麼在水裡可以長大 聽說它有一種菌是嗎 那腳白筍其實它的祖先是水稻 各位可以相對比照一下隔壁的水稻田 長得很像只是大豬跟小豬 那腳白筍的祖先它的原名是叫做 菇草 草字頭在孤獨的菇 它原來叫做菇草 那菇草它有一個很特別的現象 我們大自然中有很多有益的益生菌 其中有一種菌叫做菇黑碎菌 那腳白筍跟這個菇黑碎菌 它有特別的共生現象 因為菇黑碎菌在腳白筍的體內產生共生之後 它就會讓它的植株變成茁狀 就產生我們現在所吃的腳白筍的這個本體 是因為這樣子產生的 那這個菇黑碎菌很多的研究報導 它是對人體在好像是在骨質疏鬆方面會有一些貢獻 但是我們沒有實際上去特別政治 所以我們只能講說它是對人體有益的一些異菌 那這個菌它的生長過程中 前面一個階段 外觀看起來它的顏色是白的 但是到後期的階段 它會漸漸變成黑色 所以你腳白筍買回去 你會看到一隻是雪白的腳白筍 也許你在冰箱裡面多放個幾天 可能你會發現一點一點變黑色 但是不用擔心 它還是它原來的菇黑碎菌 還是原來它對人體有益的一些菌種 現在我們特別挑選一隻 可以看得到菇黑碎菌的腳白筍 來讓大家認識看一下菇黑碎菌長什麼樣子 那我請太太切一隻給大家看 各位看到這一點一點黑黑的 不用擔心它不是發霉 它是菇黑碎菌在腳白筍裡面的變化過程 從一開始你買到手上的時候 它是一個白色的菇黑碎菌 你看不出來 所以你會覺得腳白筍是很白的 可是你在家裡面可能放了幾天以後 它的菇黑碎菌顏色就會慢慢變成 它非色再慢慢變成黑色 可是你不用擔心 它的營養成分還是跟原來一樣 它還是一樣的能量滿滿 請大家安心使用 還是很香喔 這是我們新鮮現彩的酵素腳白筍 它是吃著酵素長大 拼著脖筋長大 那歡迎大家支持友善農耕 請大家支持愛地球愛健康 讓你能量滿滿 酵素腳白筍讚